超愛 得到一個放鬆的感覺 讓皮膚更保濕 非常的修飾臉型 洗完澡出來的那種味道 太香太香太太太香了 大家好我是Sysha 今天這影片是我個人蠻期待的 因為我覺得既然有好東西的話 就一定要跟大家分享的 所以呢我就決定開這個新的單元 叫做近期的愛用品分享 愛用品分享顧名思義 就是要跟大家分享我最近啊 就覺得用了一陣子 然後覺得很好 我真心想要推薦給大家的 不管是從保養品 或到了生活用品都會有 所以大家敬請期待 第一個要跟大家介紹的產品 就是這個 Fore Luna Tree的洗臉機 這部洗臉機呢 已經不是我第一次跟大家分享了 之前的影片有跟大家分享 它真的是我這三個月以來 每一天或每一次的洗臉都是用它的 因為我真心覺得用它來洗臉呢 真的比我們用手洗的來的乾淨很多 所以它其實已經變成了我生活中 不能缺少的一個物品了 因為這個洗臉機用了這個脈動科技的 震動的時候洗臉呢是非常舒服的 有一種像按摩的感覺 然後又可以得到一個放鬆的感覺 但是在放鬆之餘呢 它又可以把我們的皮膚上面的一些 比較深層的一些污漬呢 清理得很乾淨 尤其是像鼻翼這種地方 很容易留下那種化妝品的那些污漬啊 然後用手洗其實很難就是把它洗得乾淨嘛 但是透過這個洗臉機呢 你就會很輕鬆 然後很方便的去洗乾淨你的皮膚了 確實我自從用了這個Fore Luna Tree的這個洗臉機之後呢 我的粉刺真的少了很多 就是整個皮膚變得很乾淨啊 痘痘也少了很多的 就是以前大家可能會看到一些 紅紅的痘痘 但現在真的是完全整個皮膚狀況都穩定下來啊 甚至有一些暗沉的地方啊 其實也有得到一些改善 就有比較提亮的感覺 可能是因為就是臉洗得乾淨之後呢 保養品也比較容易吸收嘛 所以就可以就是做到一個 更好的一個生成的一個保養 除了洗臉之外呢 它後面這個背部的波紋呢 可以拿來當保養的一個輔助品 它就是可以透過這個震動呢 讓你的這個保養品更容易吸收進你的皮膚裡面 這樣子你保養品的這個效果呢 就會更大的提升 所以它也可以讓皮膚得到一個 拉體跟一個緊緻的一個效果 所以我個人覺得蠻好的 就是一舉兩得的概念 Fore Luna Tree的這個洗臉機呢 一個有三個顏色 它是針對不同的皮膚膚子區 可以做選擇的 像我自己選的是 粉紅色是給一般肌膚 那還有藍色呢 是給混合肌 然後紫色就是給敏感肌膚 所以如果你是皮膚敏感的人啊 其實也不用擔心 也是可以用到這個洗臉機的 我覺得啦 就是清潔是皮膚的一個根本 如果你把皮膚清潔得不好的話 不管你用在多貴的保養品 其實也是沒有效果 然後也會有一些很多皮膚上面的問題 自從用了這個洗臉機之後呢 我真的是發覺到 原來洗臉是一個多麼重要的一個環節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臉洗乾淨 然後可以推薦大家就是用一下洗臉機 因為我自己用了之後 真的是有一個不錯的效果在 推薦給大家 第二個產品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這個 阿比的爽敷眠 這也不是我第一次跟大家介紹這個爽敷眠了 有一直看我影片的人都應該知道 其實我個人是非常愛用爽敷眠的人 就是因為我個人呢 有一點懶惰 但是在懶惰的之餘呢 我也要好好的保養嘛 自己個人是用過蠻多不同品牌的爽敷眠的 那阿比是一個 我有一直持續在回購的一個品牌 那我個人覺得它其實還蠻好用的 然後價格也不會很貴 就是還蠻平價 非常喜歡它就是那種敷上去涼涼的感覺 又可以鎮定皮膚這樣子 有時候可能我皮膚有些泛紅的時候呢 當面膜這樣子小敷一下 然後讓整個皮膚鎮定起來 因為它的棉片呢 兩邊都是有不同的材質的 一邊呢是給你去做去角質的 然後另一邊呢是比較平滑一點的 就是讓你可以小敷一下 像是我化妝前的話 我就會就是用這一邊比較平滑那一面呢 敷上去 然後讓皮膚更那個保濕的感覺 這樣子上妝起來呢 也會比較貼 然後也比較好看 所以每次洗完臉呢 不管是早上晚上保養前還是化妝前呢 我都一定會使用這個爽敷眠 因為真的方便然後好用 所以真的可以推薦給大家 接下來要跟大家介紹這產品呢 我個人覺得有一點搞笑 然後其實我也猶豫了蠻久 我到底要不要介紹這產品呢 因為我覺得介紹這產品好像有一點點哪裡怪怪的 那就是 梳子 這把梳子呢 是我在olifan無意間發現的 然後那時候我是被它的這個設計的外觀吸引住 因為我覺得它整個好像還蠻特別的 然後我就買了它 然後沒有想到我買了用了之後呢 我發現我既然自己好像挖到薄的感覺一樣 因為它真的太好用了 看到它這個梳子有一個彎度嘛 它的彎度呢 是跟著我們人的這個頭部的這個彎度去做設計的 所以呢 當你在梳頭髮的時候呢 它會順著你那個頭部的形狀去梳你的頭髮 所以整個感覺是很舒服的 而且它也很好梳 是梳了之後呢 頭髮真的不會那麼毛髒 很順很順 那它這個牌子呢 是叫做藥的一個牌子 我不確定它是不是韓國牌 因為我是在olifan的官網上找到的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真的可以用一下這個梳子 而且它價格一點都不貴 才一萬出韓幣而已 大家知道我頭髮還蠻傷的啦 之前就是有軟燙啊這樣子 所以洗完頭的時候呢 很容易打結 就像我每天都有用那個護髮素的話呢 它其實洗完頭的時候 還是會有一點點打結的這個情況在 所以我通常都會需要用一些頭髮的噴霧 讓這個打結的情況沒有那麼的糟糕 那最近我就找到了這個叫做 Growers的免沖洗頭髮噴霧 首先呢我要跟大家說 我為什麼會買它的原因呢 是因為大家看這個顏值 是粉紅色的 很漂亮對吧 那它不只是粉紅色這麼簡單 它其實下面這裡啊 它是有 含了像珍珠粉的東西 只要我把它搖一搖啊 那個珍珠粉就會散發 然後整個變得很好看 這個顏值真的不得了 除了它顏值之外呢 我也很喜歡它的味道 淡淡的玫瑰 味道的持續力呢也非常的久 就是我可能今天晚上洗完頭 噴了之後呢 隔天朝上其實它還殘留在我的頭髮上面 很香 我個人是蠻喜歡的一個味道啦 那第三點呢就是它真的 算還蠻好用的一個護髮的噴霧 那我可能有一些打結的地方 我噴了之後呢 然後再用這個梳子 梳開完全就是超容易梳喔 就完全不會有那種打尖 或想要扯斷頭髮的感覺 最重要的是它綿洗 所以不管你是早上還是晚上呢 你都可以就是用它 整個頭髮就會比較 就是亮起來 不會覺得很古早 會給你一個光澤感 因為它裡面其實好像是含了這個 膠原蛋白跟蛋白質 所以 你知道嗎 除了我們皮膚要保養之外 頭髮其實也需要保養 最近非常非常喜歡用的一個空間噴霧 一開始用它之後呢 我就決定一定要介紹給大家 雖然我不知道就是在台灣或香港還是馬來西亞買不買得到 但是 我真的很想要介紹給大家 因為它那個味道真的是一個 會讓我很開心 然後很舒服的味道 它應該是來自一個韓國的品牌 叫做 Murte San 喜歡的這個味道呢 是叫做 Mas Pony 我只能說 太香太香 太太太香了 我真的沒有其他話可以說 我可以形容它是 洗完澡出來的味道 或者是 你頭髮洗完的味道 或者是可能 你洗完衣服 用這個柔順劑洗完出來的衣服的味道 然後以上的這些味道呢 綜合起來的味道 大家明白我在說什麼嗎 它總之就是一個非常清新 然後非常很fresh的一個味道 我真的很喜歡 很香 噴一下 但它其實噴的時候呢 我會覺得這味道怎麼樣 時間慢慢過的時候呢 你就會聞到那一股 我剛所說的那種 洗完澡的味道 然後肥皂就是擦在身上的那種味道 有一點像baby powder 可是它沒有那 那麼的powdery 然後它有一種muss 然後淡淡的薰衣草的味道 真的很香 雖然是一個空間噴霧 不過其實 它可以噴在衣服上面啊 或者是當bottom mix也沒有問題的 真的大家一定要聞過你們才知道 這味道為什麼那麼好聞 下一個產品呢 也是跟香氣有關的 我個人絕對是一個非常愛香香的東西的人 tumberins的手消毒液 那現在 消毒液這種東西呢 是一定要隨身帶著的啦 我以前個人是會帶這種小小的消毒水 這種消毒水呢 其實它有非常非常重的一個酒精味 就是 嗯 酒精的味道其實沒有那麼好聞 但是自從我發現到這個 tumberins的消毒液呢 我整個人愛上了 有一種 木質香 這個木質香是有一種 有點 高雅典雅的那種木質香 它不會很重 但它聞起來是很舒服的 在手消毒的同時呢 它也可以好像塗了香水一樣 嗯 下一個產品呢也是我個人就是糾結了滿酒 到底要不要跟大家介紹這個東西 現在出去的時候 不能缺少的 口罩 韓國其實有很多各種不同的口罩 不管是 整個設計上啊 或是顏色上就是 超級無敵多 我最近呢就是找到了這個口罩 叫做Hell Keeper 我個人真的很喜歡它 因為它整個戴起來的感覺呢 是非常的修飾臉型的 然後顏色其實也非常多 不過我個人最喜歡的是這個蜜色 很喜歡它原因是因為它的口罩 是不會貼到鼻子跟嘴巴的 尤其是嘴巴 因為有時候我們就是 女生打口紅 口罩一直貼在嘴巴 其實會覺得很不舒服嘛 然後可能整個都是口 但它這個完全不會 而且它這個戴久了之後啊 它耳朵是不會痛的 因為它用了這個Rubber呢 我個人覺得是Quality滿不錯 而且它的這個伸展性也非常的好 不會是那種圓圓細細的 它是平的 所以你戴久了之後呢 絕對不會覺得那個耳朵後面會痛 雖然不知道這個牌子有沒有就是 在國外可以買到還是怎麼樣 但是如果是有住韓國的朋友的話 你們都可以去上Coupon去買 因為它真的很好看 所以一定要介紹給大家 來到今天最後一個跟大家分享的小品就是 包包 是一個韓國的Design Brand 叫做Cardiner Red的一個牌子 春天來了 所以包包也要跟這一起換季 所以就買了一個超級無敵春天的包包 這個顏色是一個非常漂亮的一個淡奶黃色 這顏色完全就是春天了 然後它搭配了這個鏈子 就整個是超好看超漂亮 我一眼看到它就整個愛上 而且這也是我第一次買這種比較馬卡龍的顏色 因為其實以往我買的包包 不是白色就是黑色 因為我覺得就比較好搭 但今年的春天想要來有點不一樣 所以就買了這個非常流行的淡奶黃色 但它除了就是可以兼杯之外呢 它其實也可以把這個鏈子呢 拉起來然後寫杯也沒有問題 真的很好看 可能會很好奇它這樣子可以裝東西嗎 它雖然沒有很大 但是你基本可能出門會帶的東西呢 它基本都是能裝的 這樣出門都會帶我的卡架 然後AirPods 還有跟大家剛介紹的 不可以缺少的 傷水消毒液 口紅 甚至還可以放這個氣墊粉餅 然後我手機不在這 但其實也是足夠空間放手機的 它雖然沒有很大 但是它絕對是可以裝你平常 可能出門會帶的東西 超好看超漂亮的有沒有 真的超級無敵愛 我不確定它到底有沒有送國外 但是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他們的官網 那以下就是我今天跟大家介紹的愛用品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被我燒到哪一個商品呢 大家可以留言跟我分享 然後可以跟我說 就是你們到底喜不喜歡看這種類似的愛用品分享 跟大家介紹我最近喜歡的東西呢 如果你們喜歡的話也可以就是留言跟我說 然後這樣子我看我可不可以在一個月或是兩個月的時候呢 收集我所有愛的東西 然後再拍一支影片跟大家分享 然後來燒大家 喜歡這影片的話就可以給這支影片一個喜歡啦 然後也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Share給你們的朋友們 那我們下個影片再見囉 Tai Bye Bye 安妞